我們很想坐在上海的街頭 我們的寶貝女孩 一堆 感謝主啊 謝謝 你們給我 這十分鐘 昨晚吃了個安眠藥 早上七點半醒來 就接到任務 免得更失眠 昨天也跟姐妹聊天說 我們女生們都比較完美主義 感謝主 我們今天就破碎 不要那個阿美主義 我們不以前講的效果 但是感謝主 謝謝祂使用 相信我們站在這裏的 乃不是說的是我們 乃是神使用我們 說的是祂所要我們去說的 那個靈牧牧師給我們跟任務說 我們一起來讀馬可福音十六章 這段經文不長 我們一起讀好嗎 馬可福音十六章 過了安息日 大拉的瑪利亞和雅各的母親 瑪利亞 比阿弥 買了香膏 要去偷耶穌的身體 西日的敵人清掃 出太陽的時候 他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說 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那石頭原來很大 他們抬頭一看 這間石頭已經滾開了 他們進了墓 看見一個少年人 坐在右邊 搶著排跑 救生金口 那少年人對他們說 不要金口 你們尋找那今十四大的 拿殺了人耶穌 祂已經復活了 在這裡 請看安放祂的地方 你們可以去告訴祂的門徒 他們就出來 從墳墓那裡的話 又發動又驚喜 神也不告訴祂 因為他們害怕 在去日的第一日清掃 耶穌復活了 就先向火达的瑪利亞前線 耶穌從祂之上 曾砍出七個鬼 祂 祂從祂之上 祂就告訴祂 祂在白子裡的生存 那是他們在白子裡的生存 他們聽見耶穌頭 被瑪利亞看見 確實的行星 這次以後 門徒中間 又兩位人往山山去 走路的時候 耶穌變成形象 向他們顯現 他們就去告訴祂的門徒 聚餘的門徒 也確實的行星 他们写写 责备他们不信 心理肝硬 因为他们不信 满血在他 无国英国 满血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您能往土填下去 让福音给换你听 心而受死者 别人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心的人必有神迹追赦他们 就是通我的灵感位 说希望也 守门那时 如果多了什么毒 也并不受害 守办病人 病人就病好了 主耶稣和他们说好的话 后来飞飞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本土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真实所传的道 阿们 感谢主这一章真的是非常荣耀的一章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到几个妇女 然后 我觉得 哎呀 感谢主 我今天早上还吃着安眉 我醒来的时候 闷闷懂懂 觉得牧师叫我讲 这么荣耀的一章 看到第一节 我想 哎呀 可能我就是这个软弱的妇女 神使用我 我觉得 虽然我们是妇女 看到这些神学生都很年轻 你看我们这个一博传道 这么年轻 换眼看一下我们阳光的人都好年轻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老的 昨天还跟牧师聊 哎呀 在这个云会我就回顾 我最早的时候来云会 都已经几十年过去了 几十年 然后我怎么还坐在这里 我真的是好老 然后看到这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像我们 你看现在神学生都好年轻 但是看到第一句就好安慰 神也使用我们这些妇人 对啊 甚至使用妇人传给他的门徒 来借助 因为今天早上讲了 我就觉得 哇 这一章 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复活 我们复活节 刚刚过去 大家对复活有怎样的认知 我们的复活是我们肉体朽坏以后的复活 还是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 我觉得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的一个方转就是从复活开始的 我曾经对那个真理没有很清楚 早年我在阳光不是很好的基督徒 因为我对真理还不够清楚 特别是对那个复活不是很清楚 对永生不是很清楚 我的认知只是觉得 哎呦 我信了这位主 他会保守我在今生 所以那时候好像觉得 哎 每次来教会就是求神保守 哎呦 我学习顺利 工作顺利 我的眼目还是在今生 但是我信仰的方转就是从这个复活开始 从永生开始的 如果 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主是为复活的神 他是那位有能力的神 他为我们已经预备天上的位置 然后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是并经在永生还是今生 当我认知到 我信这位主 他是为我预备更美好的 更好的一个天国位置的时候 我发现 我的信仰开始 我内在就开始变了 我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是说哎呀 我的工作要更顺利 我的主要更好 我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那是为了天上 真的是极财宝 阿们 所以其实前一阶段在阳光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很烂的基督徒 很差的基督徒 因为真的是眼目还在今生 因着这个信仰的 对复活的认知的改变 我开始 就是我开始转向就是要将彩袍转向 存在永恒 我也感谢主神 一直也真是很保守眷顾 其实我那时候开始转变 但我又觉得 哇 我的今生 我今生我们所要的东西 神也都丰丰富富给予了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声音 内在有一个声音 就觉得 我不能不来服侍主了 因为我在地上 原来在地上 工作也有了 好像像昨天爱卿分享的是说 好像等候多时 我也等候多时 好像神也预备了一个 非常亚撒系的先生 这是我所想所求 在这个等候婚姻的过程中 我也就是经历到神 神对我生命的改变 内在的改变 以及对择偶的那个 眼目的改变 对 大家笑的点在哪里 对 我跟迪翔哥很帅好不好 不是他不帅 没有是他很不帅 是我自己内在的改变 然后对 然后神预备的都是 超过我所想的 感谢主 所以昨天也有很多的回顾 昨晚跟刘露先生讲话以后 也有很多的回顾觉得来营会 阳光二十多年了 一路来神的保守 特别是在婚姻里面 昨天林牧师讲的那些点 感谢主 我们家先生基本上到阿迪哈玛的 所以就是 真的就是一路来就很平稳 神也在今生给我很多的祝福 所以我就觉得 我没有理由不出来 不出来服侍主 我也很感谢主 我们真的是有一位 大使命的宣教士 林牧师就一直给我们这样的鼓励 其实虽然有这样的感动 但是自己的信心真的是很小 就是觉得 哎呀 神 我是不行的 我是不配的 我口才不好 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性格测试 EIS系 就我的爱是非常低的 我的语言能力是非常弱的 我的音响力是很差的 然后就是 就喜欢那种默默做事的 特别是喜欢默默的躲在后面做事是很安全的 因为在人前有的时候还会招来很多的这种 在风头烂截嘛 总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但是 我觉得 我们回到上海能够去服侍 真的不是因为我 因为我的原生的特质是原不好的 只是能够出来服侍 真的是 我觉得那是神在使用我们 所以当时回到上海开小组的时候 就是召集了那些老阳光 那些已经从日本回去的那些老阳光 那些老阳光 好久不聚会的老阳光 我们就吃饭 吃饭 过年的那个吃饭 然后就拉着 比较也没有勇气 然后因为他们都年纪比我们大 我们在阳光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他们都吃 快吃完了 我拉着他的那个衣服 我们今天的重点要讲 小组 你们要回来聚会 然后就 咳咳咳 他说了 可是这些年纪比我们大的 这些老阳光们 世界也很沉重的老阳光们说 小组就会 有人说我要学这个 有人说我要查地 有人什么 其实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一点点 这些老阳光 带他们重新回来 好不容易啊 那个信心回去 就哐啦哐啦就流泪了 哎呀 主啊 你说我们要出来服侍 这些说 我们这么没有能力 没有力量 怎么服侍这一波 老大哥 知道吗 但是 神就 在哭完以后 神就给我一句话 就像约束亚帝里面 约束亚帝里面 约束亚帝里面 你到哪里去 我都给你服侍 所以 在上海 前途服侍整整六年 我觉得 那六年真的都不是我们在做 都是神使用我们的不能的 口才差的 但是 这是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做 谢谢你 那自己也经历到 曾经自己也是一个 很喜欢在职场上奔跑的一个人 后来 在上海 真是经历到这种服侍的喜乐 服侍的甘甜 在那几年里面 也真是看到许多美好的见证 真是云彩般的见证 这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动力 看到那些结婚了N多年的人 哇 来聚会了 信主 哇 就生孩子了 像 我说 我们这位蒋老师都五十几岁了 还没有找到对象了 哎 来聚会了 人家就找到称心如意的太太了 好多美好的见证 真的是许许多 我这是我们当时服侍的一个动力 感谢主 然后回到日本 开始 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新的功课 因为在上海的时候 先生外派的一个工作 在经济上其实是很稳定的 其实一回来 刘牧师就跟我说 哎 有这个神学的课 心中是很感动 很想去读 那次其实是刚刚回来 因为那个属灵 因为在上海一直服侍 属灵状况是很好的 但是那次有一点是跟我过 因为突然说 我没有马上去报名 但是回来以后 就开始有一些 在宦克人家我里面 就是我们没有住 像上海那么大的房子了 哈哈 然后回到国内 就 马上大家都知道 在国内的物价也比较低 各方面是比较有优的 所以一直就是觉得 哎 我是不是要再出来工作 一直有个声音 我是要再出来工作 还是说继续服侍 当然也有一点耍赖说 哎呀 神父 我不是六年了 我要过安息年 哈哈哈哈 别跟耍赖 对 就是这三年其实一直在反法复复的问自己 我是要不要去属神学院 那去年是因为婆婆来了 我觉得这是客观原因 那回过头来 这三年 那这一次呢 也是又到了要报名 每年要到报名的时候 心里就很多的感慌 我要不要去报名 然后 今年真的是有点 就是报神学院前一阶段 就是一波给我的一个大肝 我就放在包包里 每天就 去哪我就带着 就那个黄色的那个服都一直在包里面 我到底是要报还是不要报 就一直 然后就心里一直祷告 孩子要上小学了 我应该有一点自己时间了 但我是要回到以前那样的职场上 那种努力奔跑 还是说要来服事 就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祷告 但是我觉得 哎 感谢主 虽然我就回到日本 好像没有在上海的时候 经济好像有任何的忧虑 但是 也觉得 哎 神也都公益啊 也没有缺啊 那我一看到 我觉得 我自己在里面的那个信心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 那我继续像以前那样 在之前的圣端跑 最后 其实就像林牧师说的 不会给你真正的满足 不就那么一回事 就是我自己的那个 我觉得 神还是 神给我的呼召 神给我的感动 就是 还是要回出来 服事主为人生第一个目标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 服事的甘甜 服事的喜乐 常常也去躲 真的是 躲 躲着神身啊 不要叫我 不要 这三年 其实一直在躲 但是我觉得 当我自己每次回到 比如说我们搬家 大家都说 其实搬家也不愿意吧 但是搬回来 就开始小组 只要去做这种传福音的工作啊 就是说讲圣经的 我觉得 我那个里面涌出来的喜乐 真的是就是属丧不尽的 所以 感谢主 虽然好像年纪不大 回过头还觉得浪费好多时间 特别是这三年都是浪费好多时间 也很羡慕这年轻的传道 但是我觉得 从有声来说 我们还是来得及的 感谢主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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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回去上海的时候 租房子要租大一点 客历特别大 在干什么 聚会啊 他们也很听话 听话就蒙 有一个姐妹师母跟她讲 你回到上海去 买一个房子啊 她听话 五十万美金买了 现在大概三四百元 就那么简单 所以 听话 顺服 神的感动 只有这样 我们不管背景如何 但但是 只要我们信靠顺服 这个工作 学会了 没有别的 除埃及旷野流浪的日子 会结束 你来 我们请 感谢主 我现在 记性不太好了 这个李平刚刚提醒我 是的 他是在清景泽受洗的 也在清景泽结婚的 感谢主啊 我们在清景泽的营地 还蛮正婚的 但是结婚以前 我跟你讲 这个人还没信主 他第一次来洋光教 是干什么 煮爱演 第一次 煮爱演 对啊 他就 去煮爱演给大家吃 有服侍的心 但是他那时候还没信主 两个人一起来 是要结婚 你凭什么娶我女儿啊 都没信主 但是我看到是好人 没有服侍 我真的 比较会看人 但是我说 我对你有信心 再厚的可能会再前 我昨天也跟文慧和李卿这么讲 不要说我才刚刚起跑 很多时候 设计上讲的话是真实的 再前的人 却不一定了 输懒了 不结果子了 可能会拉到后面 但是李强真的就有这样子的表现 后来他们就回去上海 做很好的服侍 我们每次去上海都跟他们通过 他们在那边结的果子都非常好 所以感谢主啊 非常的感谢神 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 这个李强也是福建的 我发现我们神学生六个三个是福建的 绝后的一个中国的传道人 奋信步道家 神迹奇事跟随正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所说的 神用神迹奇事印证他所传的道 人家博士 金钥匙博士 你们有什么稀奇啊 在神面前放下你的冠冕 在十字架前面放下你自己的冠冕 神就是可以这样子的 来我们来祷告 那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 所以是我们感谢你 是的 人家都说来阳邦教会看到都是杰出的人 都是有聪明才智 没有潜力的人 但是我们在你前面没有一点可夸的 主要说是我们没有服侍你 我们不过是一个破瓦器 但是始终保罗就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 要证明这莫达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甚至我们愿意服侍 都是出于你 我们有行善的心智能力 都是出于你 所有的都是出于你 依靠你 要归于你 因为主得到永远的荣耀 特别为礼品祷告 神他在上来期间 其实他没有间断的一直在学习 在小组里头学习 在神学院在上海开的通秀课程 或实际上上课的课程 他都在学习装备 而迪强是一个全力支持的一个先生 他自己也学习 他在每一次出差 总要把礼拜六赶回去 因为礼拜天他们有聚会 主还一个目着的心在迪强的心中 感谢主 而且在教会每次需要的事情上提出奉献 无论是国内的牧者 有人生病或任何事情 他们心都是非常的柔软 第一个反应 教会支持哪个地方 他们就跟着走哪里 完全是全心的就这样奉献 从来没有畏惧 这个钱送到了没有 这个钱在哪里了 他们相信神 相信牧者 相信教会的策略 全心的同行的同工 是我们的榜样 主耶 神 我们感谢祢 主 我为地平祷告 为祂的身体祷告 感谢祢的恩典够祂用 甲状献失条的事情 主啊 我也看到祢的恩典在祂身上够用 正如在我的身上够用一样 1992年我就假装现失条 但是直到今天 人家还说 我七十几岁了 身体还怎么好 主啊 我要相信祢 相信祢的爱 相信祢的能力 感谢主 愿祂才是上课 加倍的重担的时候 他们要更加的尽力 更加的尽力 你的恩典是够用的 他们夫妻的闺蜜要更美满 他们更加的相爱 主啊 他当圣验在他们的爱的教导当中 能够蒙福 能够从小跟随神 不偏做也不偏用 所以说谢谢祢 公益他们一切的需要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秀 对 不要 再来说一句 我简单说一两句 应该是很简单 就是刚才一瓶分享的时候 我也是很感动 我觉得就是他 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也是很感动 就是说 只要你愿意去做 其实就是说 当时我们刚回上海的时候 真的是 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07年1月1号受洗 其实 回上海之前 我还没有受洗 但实在 就是说自己的能力是有限 但是 感觉只要是 换得去做 换得去做 换得去做的话 其实主会 再继续一点 这会儿 这会儿 再继续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兄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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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兴趣 这周 我非常感兴趣 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我已经跟大家有很多个人的接触了 我非常感谢这么多美味的食物 感谢做出美味食物的这些厨师 我享受你们所提供的美食物 我享受你们所提供的美食物 我也想感谢 Yan 和她的团队 我们感谢我们的营长刘燕他和所有的同众们 可以为这次演会 我们感谢我们的营长刘燕他和所有的同众们 可以为这次演会 今天的经文是从双世纪的37章里面看的 但我要回顾一下我们去讲 第一个是讲到美满的婚姻 第一个是要改变我们对婚姻常有的一些错误的态度 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态度会让我们对我们的婚姻感到失望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在爱中去行动 用爱来保证让我们的婚姻生活特价很羡慕 做丈夫的弟兄们回到冬天以后 记得又要上厕所以后把那个马桶盖放下来 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爱的一个小学的行动 第三个是我们需要走向成熟 那我讲的这一点特别强调这个成熟 实际上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我步入婚姻的时候我特别不成熟 那它这个成长走向成熟的关键是要接受和承认我们自己的不成熟 那对我来说当时我的那个软弱就是我对自己的自我评价特别的低 我而且对自己的情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其他人也许会有其他像焦虑啊有生气的这些问题 那还有一种就是就是一种批评的一种批评的理由 但是在婚姻当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所以让我们来请求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这种软弱 让我们能越来越向主耶稣基督 那第四点呢是这个表达我们对自己配偶丁丁丁丁丁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们要这个彼此来彼此敬重 那表示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妻子 那那个妻子呢也要敬重自己的丈夫 我想每天我们都要做一个反省问今天有没有来敬重我的另一半呢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足够的表达我对我另一半的尊重呢 那我想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些讲的关系 这些原则最重要的是也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讲 我会为大家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得到更加美满的婚姻 我们第二个大的主题是说如果分享福音给那些比较难传福音的人 那在日本呢特别是大概95%以上的人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就比较难传福音邻里是封闭的 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法试过以后觉得行不通可能我们就放弃了 咱们发现有一些新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持续地跟进他们去帮助他们 那我们讲过其实这个关系人际关系是这个传福音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原则 那我们通过就是建立关系可以了解到对方他的需要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主耶稣有关心他们的需要 我们之前讲这个从A到I一共是十点 十点然后呢我们讲到了这个E 很多人会发现其实这个福音的时候和他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他们特别的怀疑他们就讲我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然后我们也讲过其实我们信上帝不是盲信我们是有理有据的是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很很多的证据 证明我们的信仰的证据 我们是可以告诉那些华裔的人说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应该是知道是有什么事 那是让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实 他们的经历也在证明基督信仰的正确性 那我们很快地看一下这个从A到I 这个A代表的是哪一种需要呢 Anxiety 这个Anxiety 这个Anxiety是一个焦虑 And virtually everybody experiences some level of anxiety 我想大家过多或少都会经历到这个焦虑 And of course Jesus offers peace My peace I give to you 那主耶稣却赐给我们平安 他说我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B stands for brokenness 那这个B代表的是破碎 All of us are broken to some degree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破碎 Jesus said that I have come that you may have life and have life to the full 那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得更丰盛 And begins the process of healing in our life So that we can truly experience life to the full 那换句话就是主耶稣到来是要医治我们里面的破碎 让我们去进入丰盛的永远 C stands for conditional love That's the kind of love most people experience 那这个C代表的是有条件 大概这也是我们多数人都在经历的 I'll love you if you're smart 如果你够聪明我就爱你 I'll love you if you're obedient 如果你顺服的话我就爱你 I'll love you if you're successful 如果你成功的话就爱你 But inside our hearts we crave to be unconditionally loved 但是我们这个从本性来讲 我们都是只有这种带条件的爱 And there's good news Because while we were yet sinners When we were at our worst God loved us and Christ died for us 那但是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已经为我们死了 他的爱上我们显明了 D represents death D代表的是死亡 The older you get the more you realize That's the reality 你越老就会越发现死亡是很现实的一件事 Of course Jesus offers eternal life 但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But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E stands for emptiness 这个E代表的是空虚 In many developed societies People are still experiencing emptiness Even though they seem to have everything materially 那在很多发达国家 大家就说已经是社会非常发达 可是人们还是经历到这种空虚 Jesus offers to give us satisfaction 但是主耶稣他给我们满足 He who comes to me will never hunger again And never thirst again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 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就不会再饿 不会再渴 得到满足 Because Jesus brings us back into relationship with God 那是因为主耶稣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和我们造主的关系 Nothing else can ever fully satisfy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像我们和神的关系一样带给我们满足 Other things may give partial and temporary satisfaction But no one or nothing can give the full satisfaction that Jesus offers 那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许带给我们一种部分的或者一种短暂的满足 但是只有主耶稣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 And so now we'll continue with F, G, H, and I, I 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F要讲到这个I The F stands for falsehood The F stands for falsehood 这个F代表的是虚假错误 Many people live with false or inadequate world views 那很多人他们都是生复在一种错误的或者是不正当的世界观当中 Other people sa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piritual or moral truth 那有人就不相信这种属灵的或者是这种一些属灵方面的或者是这种道德方面的证明 Since we can't prove these by reason or by science 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通过我们的经历通过我们的科学来证明自己 However all of us need spiritual and moral truth to provide foundation and direction for our lives 但是我们的生活确实需要这个属灵方面的还有道德方面的这些真理来提供给我们一个人生的基础的 People also need a sense of meaning and dignity which they cannot get without faith 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人也不会找到这种人生的意义 We may not be able to know truth in an absolute sense Because only God can know truth in an absolute sense 我们人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的 百分之百的完完全全的了解真理 Paul says we look dimly into a blurry mirror 那这个保罗就说这就好比说我们在看镜子的时候看得模模糊糊的 But then we shall know him face to face 但是呢当初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面对面 However we can have full confidence of what we believe is true 那我们怎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确信的去相信我们所信的呢 We said that there's strong evidence for Christian faith 因为我们讲过了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有许许多多证据 We have said that our common experiences point us to the truth of Christian faith 其实告诉了我们的基督信仰的证据 And we can see the relevance of it for our individual needs and for our societies 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福音和我们个人的需要 还有社会的需要都是相关的 So instead of falsehood Jesus offers us truth 所以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虚假而是一个真理 Let me get that scripture for you Of course John 14 6 这个约翰的 You can just paraphrase it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六节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John 8 12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In other words Jesus is showing I will show you what is true I will show you the way to live 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去生活 And then G stands for guilt 那这个G代表的是这个负罪感 Now many people try different ways of overcoming the guilt that they feel 很多人试图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克服他们心里的负罪感 有一些人他是就干脆拒绝这种 I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就干脆说我根本没有做错 I wasn't angry I wasn't upset And even the tone of the voice tells you that they are 但是虽然他们的语教告 他们告诉人们说他们再生气 但是他们不承认说我在生气 I was not disrespectful to my friend I wasn't I wasn't And then it's common to try to blame other people for our guilt 所以他们就不去承认自己的负罪感 反正去抱怨別人 Adam said to God The woman you gave me She told me To eat of the fruit 不是我的錯誤。 Other people try to justify their actions. You know, these days, everybody lies and avoids the truth to try to make a sale in business. And people are always puffing or inflating their resume to get a promotion or a job. If I don't do these things, I'm going to lose out. So they try to justify their actions. There are many ways that people try to deal with their guilt that we don't have time to get into. But you know what Jesus offers to us, right? We don't have to try to avoid our guilt. We can admit it because Jesus' sacrifice on the cross gives us forgiveness. The H stands for hopelessness. Many people seemingly they have everything that the world says they need, but they still feel a sense of despair in their lives. 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非常的绝望. Consider the fact of suicide. Now,我们来考虑一下自杀这个问题.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out of every six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seriously thought about suicide. One out of six. And of those who have thought about it, one out of twelve actually attempts suicide. 那在这些考虑过自杀的人当中,每十二个人就有一个人去尝试过自杀. 那换句话说,就是在美国所有的高中生当中,每七十二个高中生当中就有一个人去尝试过自杀. American youth are considered the most privileged young people in the world. 那这个美国的孩子们其实是他的条件是比其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都还有优越. They have so much that other youth in the world lack. 那其他的世界上这些孩子们所没有的他们都有了. Yet so many of them have a sense of hopelessness. 然而他们还是尝试过这种绝望当中. Of course Jesus offers us hope. 然而主耶稣带给我们希望. First Peter 1.3 tells us. 那彼得贤书的一章. I'll just paraphrase it. We are given a living hope. 那主耶稣带给我们一种先火的盼望. And then the first I stands for illness. 那这个有两个爱. 第一个爱代表的是这个疾病. The Bible says Jesus went about healing every disease. 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所到的地方他都医治那些人. And so that's why s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they lack adequate medical care. But as they turn to God and they pray to him they find that God heals them. And there's so much research that shows that people who live a biblical lifestyle live a far healthier life. 许多证据显示呢说如果过一种正确的进前的生活的话他们的健康状况往往也比较好. The second I stands for insignificance. 那最后一个第二个爱呢代表的是这个不重要. feeling that they're not important. feeling that they don't matter. 就是说是一种不被重视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样子. But human beings have a longing for being significant. And to feel that they really matter. 然后每个人都有一种本能就是希望自己被重视. I think of children how often they say mommy daddy look at me look at what I can do. 孩子们常常说爸爸妈妈快看我你看我看我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Your attention really shows them that they are significant. They are important. 你们如果回应他去关心他的话就是给他一种确信他被爸妈重视. Tha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needs of our life is to feel that somehow our lives matter. 其实最大的一种需要事实上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整个人是有价值的是被需要的. But you know if there is no God and we live in a world of the universe that came about by chance. There is no meaning to anything. 那如果我们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说认为我们生活在是一个虚空的一个宇宙当中的话那我们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But we can find our significance in knowing that we are the beloved children of God. 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上帝所喜爱的儿女. We find our significance in knowing that God has called us to a purpose. 那是因为主义神祂选招了我们,照着祂的旨意选招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重要的. Jesus said 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so I send you. 那主耶稣说就像父差遣我一样,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Every one of you has an important and eternal purpose to your life. 那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 And so as we get to know our friends, our family, we begin to discern what is the concern that most occupies their heart. 那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家庭婚姻以后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命. And we can share with them the solution that Jesus offers. 那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别人说主耶稣祂能够给他们提供的那些答案. And we can invite them to enter into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o experience these blessings. 那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和神的关系,把我们让他们去经历神. So hopefully that will help you as you begin to pray and believe that God is going to use you to share the gospel. 那我们也可以去开始祷告,通过这些学习呢,开始祷告,神可以来使用我们,来成福音. So let's now turn to Genesis 37 verses 2 to 8, and I've asked Ebo to read that for us. 我们来一起看《创世记》的三十七章的二到八节。 《创世记》的三十七章二到八节。 我们来读一下。 《雅各的记忆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皮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捆荷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梦想呢? 我们很多人起步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梦想。 当我们生活的时候会发生三件事情。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真正是梦想成真了我们享受我们的人生。 第二种情况就是,人们好像也梦想成真了,但是呢,这个梦想并没有带给他们一种持续的一种。 第二种情况就是,他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就跑错了。 所以我们会变得疲惧,我们会变得失望。 我们会变得疲惧,我们会变得失望。 因为遇到障碍,我们会变得失望。 但是,我们没有梦想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和乏味。 今天,我们会变得失望。 今天,我讲的三种情况,你是在哪一种情况当中的?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们必须知道,神会有更多的梦想。 先不说我们个人的梦想。 其实,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祂给我们的一个梦想。 让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的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神并不是说,他只把他的灵浇灌在那种先知啊,或者是牧师身上。 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 说,这个少年人要见一项,老年人要做一梦。 他说,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 神说,神把他的梦想给了每一个人。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梦想呢? 神给我们梦想,等于是带给了我们一个,让我们可以生活下去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神给我们的梦想呢,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去生活。 神的梦想激励我们,为了神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要想,神给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刚刚经文里有看到,这个雅各呢有十二个儿子。 Joseph is clearly the favorite son. 非常明显这个约瑟呢是最得宠的一个。 You know, when you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it's very easy to have a favorite. 然后,如果我们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话,就会非常容易有这种偏爱的情况。 One of them is likely to be smarter or more talented. 常常会有说,这个孩子似乎比其他的孩子更加的聪明。 One would be more affectionate. 另外一个可能就,另外一个可能会比其他的孩子更加的可爱。 Or one might be more obedient. 或者有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加的顺服。 Or one might be more cute. 有的更加的很可爱。 So it's easy to have a favorite, but it is not wives. 那所以说我们常常会比较容易陷入到偏爱一段落,但这个偏爱确实不好的。 When parents show favoritism to one child, unhappiness will take place in the family. 当父母开始偏爱某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不幸就会临到家庭当中。 Jacob favors Joseph. 这个雅各偏爱约瑟。 Because of this, his brothers hate him. 所以因此呢,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就非常恨这个约瑟。 As a teenager,Joseph does not make any effort to get along with his brothers. 那这个作为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少年,约瑟并没有怎么和他哥哥相处做什么。 He is very insensitive to the feelings of his brothers. 那他对他的哥哥们的这种感受特别的迟钝。 He lacks wisdom in what he says and does. 那他就是他想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He seems to enjoy irritating and annoying his brothers. 他好像似乎就是特别是喜欢去惹他的哥哥们去生气。 When you were young, did you have a brother or sister that was always annoying and irritating you? 那大家的经历怎么样? 一位约瑟小的时候,有一个你的兄弟或姐妹常常惹恶恶你们。 Or were you the one that annoyed them? 或者你惹恶他们? 那他认为是彼此的。 Today we would say that Joseph lack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个约瑟的这个人,他的情商不高。 We can also say he was a jerk. 或者说他是一个这种特别的自私的自我中心的一个人。 One night Joseph has a dream that his brothers bowed down to him. 一天做了一个梦,他的哥哥们都向他下拜。 The next day he proudly tells his brothers his dream. 第二天他就特别骄傲地把这个梦告诉了他的梦。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appened? I had a dream that you all bowed down to me. 他说,哎,你们不知道我做了一个梦,你们全向我下拜。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哎,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 Now you know this is not a very smart thing to say when you know your brothers already hate you. 如果你知道你的哥哥非常恨你的话,这样讲的肯定是不是很明智的。 Naturally his brothers get even more upset with him. 很自然他的哥哥就越发恨他。 Do you really think you're going to rule over us? 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管辖我们吗? Hah,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anyway? 你当你是谁啊? You're nothing but a spoiled brat. 你只不过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屁孩而已。 And Joseph has another dream like the first one. 然后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 Again he tells his family the dream. 后来他把他的梦告诉他的家人。 like an idiot he arrogantly rubs in what he's saying. 他就开始非常愚蠢地又把这个事情讲了。 他就告诉家人,他说哇我在家里成了老大,你们全要拜我。 Joseph is just too full of his dreams. 所以这个约瑟显然是一个梦想太大了。 He is a real jerk.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私自我中心的人。 His brothers are totally fed up. 所以他的哥哥们真是受够他了。 They're so angry. We can't take this anymore. 他才生气了,哇,实在受不了这个孩子。 We can't stand to live with this arrogant brat. 跟他一块跟这个小屁孩一起过,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Just the sight of him makes me sick. 只要瞅他一眼我就恶心了。 Why don't we kill him and get rid of him? 我们刚才把他给杀了算了。 And they agree, that's a great idea. 他们彼此商议就要这么做了。 But a caravan or raiders comes by and they say, You know, we can get rid of him and make some money at the same time. 正好有那个他们正商议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骆驼商队经过, 他们说,哎,刚才我们把它卖了好了,又可以,又可以,又可以, 又可以挣点钱。 So they sell him to the raiders and he winds up in Egypt. 后来呢,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了那个商队, 然后约瑟就被带到埃及去了。 He winds up as a slain from Potiphar, an official in the court of Pharaoh. 然后来呢,他被卖到波提法, 那最后呢,后来就带到法老的本钱。 There he learns to work hard, and he's an honest person. 那后来在埃及他学会这个努力的工作, 他是一个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Potiphar sees that he's smart and has leadership ability. 他的这个波提法,他的主人看到他非常的聪明。 So gradually he gives him more and more responsibilities. 然后来交给很多的事情,让他来管。 And before long he makes Joseph the manager of his entire estate. 然后后来呢,这个波提法就把他全家的产业都交给这个约瑟来管。 因为他把他是这个护卫长, 他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业务, 所以他把他家里,管理家里的事物都交给了约瑟。 But as you know,Potiphar's first wife tells lies about him, and Potiphar has no choice but to throw him into jail. 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其实波提法的这个太太, 撒谎呢,就陷害这个约瑟。 后来呢,波提法不都把约瑟送到监牢里。 And in jail, they, Joseph works hard and does well, and the head jailer is very impressed. 那这个约瑟到了监牢里以后, 监牢里以后呢,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呢,后来在监牢里头, 他也是给人留下身份的约瑟。 那后来他就有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交给他管了。 那后来这个监狱长就把整个管理监狱的重担都交给了约瑟。 I don't know what he did in all this free time, But obviously Joseph took care of his job for him. 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监狱长把这些都交给约瑟以后, 他自己还要做点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都交给约瑟了。 那突然有一天这个法老做了一个梦。 那当然他国中所有的那些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帮他解这个梦。 那突然这个他已经有一个人, 他里头, 朝中有一个人就想起了有人可以帮他解。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约瑟从监狼里提出来, 来为这个法老解梦。 那这个约瑟向他解释道说你的梦是意思是说将会有七个丰年, 在今接着又有七个荒年。 他也给了这个法老的解决方案你要这么去做。 这个法老非常喜欢他, 于是呢,我就要派你来管理我的这个国家。 我们知道在那些荒年的时候, 约瑟凭他的智慧呢,拯救了很多当时有七个当中的人。 然后那个后来这个爱情人就向那个约瑟讲说, 感谢你救了我们的命。 就像上帝能给约瑟一个梦想一样, 他会给每一个人一个梦想。 那这个约瑟的问题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根本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 他以为这个梦想只是带给他个人祝福。 他会成为家族里头的一个头。 所有的家人都要来尊重他,都要来顺从他。 但是他并不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梦想并不是一种自我中心,自私的梦想。 那神给我们的梦想,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完成他的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 那很多基督徒呢,是通过去爱其他的人,去关心其他的人,来表现对上帝的爱。 这种对别人的帮助也包括那种对他们属灵上的帮助,还有实际的需要上的帮助。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就是神给我们的梦想,就是让我们去爱,去关心其他的人。 那起初我开始我的事工的时候,我的这个梦想是说,我要去为基督赢得越来越多的灵魂。 那现在我的负担是通过我的写作呢,去帮助教会更加有效地去传飞音。 那这个相对来说,我还有一个比较小小的梦想。 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小小的梦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梦想就是说,我想带给我的这个两个小孙子,这个属灵上的影响。 我想通过我的影响来使我的两个孙子能够来好好的侍奉神。 在一个对神充满服侍热情的人当中,你可以想要他会为神做多少的事情。 那也许神给你的梦想也是需要让你去影响一个小孩子。 也许是让神让你去影响同一个弟兄姐妹,或你的弟兄姐妹,或是其他的一个亲戚。 或者去影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也许,我们没办法估算说,通过我们的影响可以带给人家多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刚看到说,神祂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梦想。 那对约瑟来说,我们也许像约瑟一样,可能还没有来完成这个梦想。 但是神会帮助来塑造我们来完成这个梦想。 那神为什么给约瑟这么多的试炼呢? 有二十年的试炼,从这个奴隶又做到这个监牢里头。 那是因为神在塑造他,一遍他来完成神的梦想。 那我们看到,其实约瑟并没有因着这个苦度而自保自欺,最终那他去达上神的梦想。 那我知道神在塑造我们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那如果我们也像约瑟一样,有一个对我们梦想,一个专正的态度的话,神也会一样使用我们。 各位听众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正在经历这种试炼的道理吗? 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神祂要透过这些试炼正在塑造我们。 我相信神要塑造我们在三个层面来塑造我们。 那第一种方式,他是从一种实际的方式来讨练我们。 那不是每个人都像约瑟一样,可以管理整个国家。 那如果就算你智商高达160,你没有精力的话,也是干不了那个事。 你还必须要有很多的机遇来锻炼去磨研你自己。 但是神会带给我们这些机遇。 约瑟刚开始是波提法家里的管家。 那后来呢,他又被人托付,让他去照管整个监牢。 所以当后来这个法老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已经预备好了。 他已经有了这种做领袖的经验了。 第二个,神是在塑造约瑟的一个人格。 那十几岁的时候,他是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少年。 非常高自大。 他对他各个的那种感受可以说是不闻不闻非常地盲目。 他对他各个的那种感受可以说是不闻不闻非常地盲目。 他一点都不懂得如何去发展一种积极的话,去和他的同学。 但是他经过的那些年中呢,神让他那些经历来帮助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在这个40章,我们看到约瑟当时和他一起下边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他知道这两个人呢,他们非常地沮丧。 我们可以想象,其实约瑟在当时他是管监狱的人,他非常地忙,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而他却能够察觉到这两个人他们当时的状况。 如果你是像他站在他的位置上在管理成千上百的人的话,你会知道其中两个人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Josep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insensitive person he used to be. His own pain and suffering have made him sensitive to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others. 约瑟正因为自己经历过痛苦,所以他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学会了如何去同情别人。 With genuine concern, he asked them, why are you so sad today? 约瑟非常地真诚地来问的两人说,你们两个今天看起来为什么非常忧愁呢? 那这两个人正因为看到约瑟真的是很关心他们,所以他们常看他们的心,分享给约瑟他们自己的故事。 I have found that God's shaping of our lives in a personal wa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his practical shaping of our lives. 我们看到除了神这种实际的,同一些实际的经验操作我们以外,这种在任何方面对我们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甚至是更加重要的。 I've learned that often it is my personal weaknesses rather than my lack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causes me to fail. 那我发现令我失败的常常不是我的这种知识也好我的技能,而是我的这种不成熟。 My lo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hindered my effectiveness as a leader and as a person trying to witness to others. 那其实我在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我的这种,我的这种个人的这种自卑感呢,大大的阻碍了我做见证的国家。 And as I'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it limited my ability to love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这种自卑感的,这种自我评价的过低的,也是导致了我没有办法和我的妻子好好相处。 And through the years, God has shaped me in my emotions and my relationships. So,这么多年当中,神一直在我的情感和我的人际关系方面来塑造我。 It has taken me many years, and I'm still learning. 已经花了好多年在学习,然而我现在仍然在学习。 Praise God, if we have the right attitude, God can shape our lives personally. 非常感谢主的是,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的话,神会塑造我们的人格。 Sometimes he has to use trials to shape our lives. 常常的神会通过这些患难,这些试炼来熬炼我们。 So, we see that God is shaping Joseph in a practical way and in a personal way. 我们看到神是通过一些实际的操练来塑造约瑟,也来塑造他的人格。 He is also shaping Joseph in a spiritual way. 神当然也是在属灵的层面来塑造约瑟。 When he's talking to the two employees of Pharaoh, he does not express pride in his abilities like he used to. 那这个约瑟在询问这两个下奸的人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一种像是网上业,那么骄傲自大的态度来了。 But he realizes that what he accomplishes, he's depended on God for. 所以他学会了依靠神。 He says, do not interpretations belong to God. He doesn't say, look how great I am, I can interpret your dream. And then when Pharaoh asked Joseph to interpret his dream, Joseph humbly says, I cannot do it. 所以后来当那个法老来请约瑟帮他解梦的时候, 约瑟非常谦卑地说,我自己不能解梦。 But God will give Pharaoh an answer. Joseph is no longer proud and self-centered. Look at me!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已经不再是一种高自大, 已经不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人了。 But he is humble and God-centered. 所以他已经被神改变,变得谦卑了。 Like Joseph, God had to shape me spiritually to depend upon him. 所以神就像塑造约瑟一样,塑造我们去更多地依靠他。 During my seminary studies, I grew much in biblical knowledge. 那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的知识层面有很多的长进。 But unfortunately, I was so busy with my studies, I did not give enough attention to my spiritual life. 那很可惜的是,在我学习神学知识的时候,我并没有有太多的关心放在我自己的属灵的层面。 So God had to give me a post-graduate course in spiritual life. 那所以后来呢,神不得不给我来个补习,让我在学习属灵层面的属灵。 When I graduated, the only opportunity I had for ministry was a church with just two adults. 我毕业以后,当时面过所有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只有两个大人的一个教会。 And several dozen children and youth. 那还有几十个青少年和小孩。 It offered zero salary and no benefits. 那根本的教会连工资都没有办法给我扣。 然后我开车去那里去服饰的时候,甚至我自己还得套油费。 So I found a full-time job teaching science. 那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去教这个科学的教导的一个职业。 I realized that being an engineer, I could make much more money than being a teacher. 然后后来我发现做一个工程师比这个做老师更加的有钱。 But I thought a teacher can leave work at two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那但是做老师时间非常自由,下午两点就下班了。 And an engineer has to stay till at least five o'clock. 那这个工程师呢必须要待到至少五点。 This would give me three extra hours for ministry. 所以这个做老师呢帮助我至少有三个小时的空余时间。 I was so naive, I did not realize teachers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after they get home. 我当然很得意说这个做老师很清闲。 其实我不知道做老师他还有其他的额外的工作要回到家以后再做。 Sometimes they work all afternoon and evening. You know, grading papers and preparing lesson plans. 那老师回到家以后还要去批改作业等等,要忙着一下午或者一晚上。 After one semester, I realized I could not learn two new professions at the same time. 后来一个学习以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这个同时有两个学习。 Now if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one of the professions, I could probably take on another one. 那如果我有了这方面的一个经验的话,我可以用到其他的。 But to learn two brand new profession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not able to do that. 后来发现其实让我同时拥有两个职业已经不可能了。 So I felt God was calling me to quit my job and to live my faith and to depend on him. Now, God doesn't call everyone to quit their jobs. 神并没有让每一个人去辞掉自己的工作。 Even Paul was a tent maker. 甚至使徒保罗他也是一个做帐篷的。 But in my case, he called me to do that. 但是呢,对于我来说,神确实是让我去辞掉我的工作。 Financially,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那在经历方面是无比的困难。 I had to think twice about every coin that I spent. 那从那辞掉工作以后,我必须要仔细地去衡量每一个钱怎么花。 But God provided in amazing way. 但是呢,神却特别奇妙地供应我的学。 And I grew spiritually as never before. 那然后呢,我说这个属灵的层面也是像前所未有的增长起来。 You see, God was shaping me spiritually through my trial. 你会看到神会透过这些识典来塑造我们属灵的层面。 God provided not only in material things, But he gave me a wonderful wife who was willing to depend on God along with me. 那神不仅给了我这些非物质的这些帮助, 而且给了我一个特别敬虔的妻子。 I've asked her, you know, you could have married a number of men who are interested in you. 你本来可以嫁给一个更好的一个喜欢你的人。 Why did you choose me? 为什么你选了我呢? She answers compassion. 那是我的太太告诉我,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种热情。 In other words, I felt sorry for you. Sorry,是一种,她说出于一种同情心。 If you know my wife, you know that she loves to tease. 你如果认识我太太,就知道我的太太是她的。 At least in this case, I hope she wasn't teasing. Teasing? 她说我的太太喜欢开玩笑,但是她说自己话并不是开玩笑。 I know that all of the women in this congregation are spiritually dedicated. 那我知道大家在这个,呃,在大家当中,这个很多的姐妹都是这个,首先非常现身的一种心意。 But how many of you would marry a man with zero salary? 你们会嫁给一个收入没有收入的男人吗? 这些年。 所以这些年当中我学会了真正的依靠神。 所以这是在我属灵当中,我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成长。 In Joseph's case, his trials became his opportunities. 那这是在那个预送的情况呢,它从这个一个试炼就变成了一个机遇。 Will you let God shape your life through opportunities and through trials? 你会允许神透过这些机遇 透过这些试炼来塑造你吗 神为了让约瑟完成他的托付 完成他的旨意呢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塑造他 后来多年以后 约瑟终于看到了神在他生活当中的旨意 所以后来约瑟就可以发现 他所经历这一切的事情 神的所有不幸的事情 都是帮他带向神的旨意 他在这个方式记第四十章里 我们看到约瑟对他多多说的时候 他说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 然而神的本意是要来接受我来救许多人的生命 我们做基督徒就知道 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是他属灵方面的需要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God because they insist on being number one in their life they will not let God be number one 我们知道不信主的人是他们并没有接受神 他们自己要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 number one 不是让神做他们的 number one our mission in God our mission that God has given us is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help to save them before it is too late 所以神边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事情来到太迟以前 把这些人来拯救过来 I think of a true story from world war two Desmond Doss was a Christian who enlisted in the army because he wanted to serve his country 那有一个基督徒呢 他当时在军中服役 however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it was right to kill other human beings so he became a medic in the army 那他作为基督徒他不想杀戮 认识杀戮是不好的 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军医 during the battle of Okinawa his battalion was overcome by enemy artillery and machine gun fire 那当时在这个冲城战役当中呢 他们所在的那个医院呢 被抽敌整个用这个 这个极大的火力给打败了 his battalion had to retreat 所以当时这个 你看他的军医必须要撤退 but 75 American soldiers lay wounded on the battlefield 而他发现这个有75个美国大兵受伤倒在地上 and instead of retreating Desmond kept going back to drag wounded soldiers to safety 那这个基督徒呢 他并没有逃跑 而是去把这个75个受伤的人 他师父徒一个一个把他们拉回来 meanwhile the enemy soldiers are still firing away 大家都知道 与此同时那个敌人的炮火一直没有停止 after Desmond rescued one soldier he headed back to get another one 然后这个人救完一个以后 他必须再回到那个镇上去救其他的人 he could have said you know this is getting really dangerous 他本来可以说 这是太危险了 I need to quit doing this and head for safety myself 他本来可以说 我应该就不要做这些事情 赶紧去为了我自己赶紧逃生去吧 besides I'm totally exhausted I can't do anymore 而且他已经说 我太累了 我根本做不下去 but he did not do this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instead each time he rescued a person he would pray please lord help me get one more 他所做的是 他每救一个人 他就做一个祷告主啊 来帮助我来再多救一个人 amazingly almost beyond belief Desmond managed to save all 75 wounded soldiers 非常不可思议的 结果这个地球呢 把所有的倒在地上 75个人全都救回来 for this he received the highest possible military honor 所以他因此呢 在美国的军中得到了最高的荣誉 like Joseph Desmond wanted to save people from physical death 所以像这个约瑟一样 刚才这个弟兄呢 他也是把很多人拯救了 所以神的旨意也是让我们去拯救那些人 带他们到永恒的生命当中 这是我们整个的我们人生当中 应该最大的一个热情 这应该比我们有一个更加成功的事 来得更加兴奋 或者是赚更多的钱 或者是有一个更大的更好的房子 我们也常常为那些还不信主的人祷告 我们也要跟他们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一遍 我们传福音给他们 那我们也要非常慷慨地帮助他们一遍下他们的传福音 As I mentioned when I began my ministry It was with two adults 我刚开始我的施工的时候 我的教会只有两个大人 We were meeting in a borrowed church on Sunday afternoon 那我们那个在礼拜天下午聚会 And the two adults were very shy and introverted So trying to reach adults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in the circumstance 我们的两个大人的会友都是比较内向的人 So we did the best we could to reach children and youth And many of the youth developed this passion to reach others for Christ They began inviting their friends to church Many of them became children's workers and teachers Anybody that had access to a car Would go out and pick up as many children as they could 很多人他们就出去开自己的车去接那些孩子们来教会 I remember one youth in our church in Los Angeles drove 45 minutes in one direction to pick up one Sunday school student 在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少年 他每周天开他的车在洛杉矶 单程四十五分钟去专门接一个小孩子 and then 45 minutes to drive that child to Sunday school 然后再开四十五分钟开到这个主持区 Now because it was Sunday the traffic was light If it was on a normal day it would have taken more than twice that long 那还好礼拜天的交通量并不大 如果是平常的话那不得了时间就更长了 And then after Sunday school 45 minutes to take the child back home 那这个礼拜天结束以后 他再开四十五分钟把这个孩子给送到家里 And then 45 minutes for him to drive back Three hours every Sunday 每一个礼拜天他都要花三个小时 And he did this for many years 他这样的如此持续了很多年 Our passion as a church was Please Lord help us to get one more And we're going to get one more And as a result of this passion in four years Our church reached an average attendance of 200 感谢神的是因为正因为神看中了我们这样的热情 在四年以后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长了两百个人 增长到两百 One hundred children on average every Sunday 平均每礼拜天都要来一百个小孩子 One hundred youth on average 有一百个青少年 And still two adults 大人还是两个 Of course a handful of youth by then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you could say they were young adults Oh so yeah On the future This was a church built almost entirely on the passion of youth Oh so the church built almost entirely on the passion of youth So the church built almost entirely on the passion of youth So they had a passion for reaching the lost 他们有对这种失丧的灵魂的这种热情 我们这种亚洲的孩子 我们工作太多了 没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们更加愉快 在教育中招他们 带他们到处备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然后带他们回来 所以那些孩子们家长就说 教会竟然替我们照看孩子 那太好了 一举两路 我们就让教会去照看他们吧 然后来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 成了教会的青少年 他们开始邀请他们的朋友去教会 我们想想 既然这个小孩子都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如果是大人受训的话 他们可以做多大的工作的事 你是不是想得到来自神的梦想呢 那不管神给我们这些梦想是大的或是小的,我们都要相信祷告说,神要求你显明的祢的旨意。 那为了达成神的梦想,你愿不愿意让神来塑造你呢? 那神是需要通过这些试炼来塑造你的生命。 那我们要对神说神道,不管付上多大的代价,主啊,你来塑造我。 我的愿望就是被你使用。 那使用我能够把别人带到和你的伴基当中。 那我们也要相信祷告,主啊,再给我一个灵魂。 让我们来打罗。 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梦想给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来侍奉您的病性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改变。 不管你给我们的梦想是大事小,主啊,我们知道都有一个深远的意义。 主啊,求你投过你的灵来向我们显明的梦想。 主啊,让我们能够的愿意让圣灵来塑造我们。 主啊,给我们这样的热情,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来追求你给我们的梦想。 主啊,让我们领受你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为了生命的能力,祂永世耐犯在我的身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神是蛮有怜悯的 他這樣問 你說我問你為什麼要娶我 是不是 然後呢 他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因為你吃苦耐勞 他敢屁股 客家人是吃苦耐勞 我們客家人只娶客家人 只嫁客家人 神看到嚴重了 他的家非常富裕 比起我家徒勢弊來說 所有的家產都被親主侵占過 田產房子都被侵占過 一無所有的 但是神給我一個吃苦耐勞的老婆 只要為主吃苦耐勞 為你的老公老婆吃苦耐勞 你們會有寶貝的孩子 會有吃苦耐勞的寶貝孩子 你們看到你們的馬樣 會有敬虔的孩子 值得我們去 竭盡一切的努力 投資在未來的神國的勇士 感謝神 我還有一點時間 我昨天晚上聽了很寶貴的見證 我想請我們教會 我們教會就是這樣臨時的 你不知道 但是呢 請過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見證 如何 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 看他身邊是特別的 那麼樣子的 他一個人影響的整個家族 好不好 不是他一個人 他媽媽一個人 他媽媽 我跟他洗溫泉 好享受 太享受 結果學個老家 剛開始一次 太熱了 我們那旅館的溫泉 是到12點左右 然後我們 被叫出來 十分知道幾點 然後被叫出來 但是他還不懂 然後在那邊 他還好學問了好多人 我有很多不懂 因為我 50歲才受傷 我那天 跟他們有 他們 我們教會 我年輕 才買二十幾歲 對不起 自己沒做 我你留著幾歲 二十幾歲都有這麼好 有分身的精神生死 然後我們二十幾歲 我們二十幾歲 我們四日平成四日 四日 二十八歲 我們經歷很多 竟然困苦 面經歷 然後我們 得到什麼呢 在幾年前 的時候 得到了 那是 很平均的 時候 留下 最大資產 就是 我的老婆孩子 我今天想在這裡 要見證 就是 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是 十四年前 在我出生的時候 我的媽媽 然後 然後 她 雖然 生病了 有 十幾二十年 但是 她還是 就是 相信 她 現在 生病了 十幾二十年 但是 我們 當時 並沒有幸福 但是 我們 當時 並沒有幸福 她 也去過 她當時在山上 她 她 她當時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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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說的 一句話 就說 在 我 收集之前 她跟我說 我以後 再聽過你 我也希望 能跟你在一起 這句話 對我的影響 非常大 第二點 就是 我媽媽 我媽媽 姓祝五十年 但是 她 生病的世界 真的重點 現在還沒好 我今天跟師母 講這些事 昨天跟 牧師講這些事 其實我倒在流淚 我在想 我流淚 我想 她 幸福五十年 她以後 肯定會去天國 但是她 是 痛苦了一些 然後 她也希望 我們孩子們 在天國 可以 跟她們 在一起 這兩點 我的愛 還有我的母親 我希望 我們 在天國 可以 跟她們在一起 這兩點 我的愛 還有我的母親 我希望我們 在天國 可以 跟她們在一起 跟她們 說這些 可以 可以 非常重要的一點 其實我以前 因為在日本生活 非常的辛苦 還滿 有時候 一年 兩年 三年 會去吃 其實 打電話也不是很多 我每次打電話問她 說生病的事情 你的身體 怎麼樣 你可以 吃了自己 還有很多 很病 現在 這幾個月 我跟她 談話的時候 她非常 喜樂 非常高興 她會跟我說 她生命的事情 她生活的事情 她會跟我說 做耶穌基督的事情 她跟我打電話 說 一百分鐘 她不可以說 那麼長時間 她只會說 三個小時 她有說 一百分鐘左右 她跟我 叫我說 第幾章 第幾章 最後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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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地 marketers 我告訴了她 這個意思 她生命的 buck 她一直講 她一直講 看了一對五個小時 後懶� beach 長在美好 有個小喔 我看了她那種笑容 原來 她跟我 我們再看視頻 她都從點不破 BT 那種 但是 這兩個月 你們家裡 有人 中間 節目 今天我有一個家庭禱告會 我們的姊姊 我在中國的弟兄 還有我在下面的弟媳婦 我三個還有禮情 我們幾個人在那裡 弄個家庭禱告會 我覺得是個很好的 像一個家庭聚會一樣 都是我媽媽在講 我爸爸在寫 然後把那個寫的內容 派一層微信發給我們 讓我們去理解他的內容 我媽媽非常的高興 我爸爸也非常的高興 我感到非常地來到教會 真的對著很多的益處 我們會感到很高興 我們會感到很高興 你知道他的媽媽聽到這個兒子浪子回頭 寫著耶穌受寫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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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到沒有 只有在主裡的喜樂是媽媽也來 真正的滿足 他是學霸 他是學霸 他弟弟也是學霸 在廈門大學做教授 他十六歲就進大學 但是沒有耶穌 都是勞苦丹重丹 學霸 我碰到一個學霸 在參加上海高考第一名 全國高考第一名 這個博士 劉美博士 清華 北大幾個 沒有信耶穌 非常可憐 我們在那批 帶上海那批學者 生命的改變 完全不一樣 千輩 千輩 所以我們來 師母來打開 天父我們感謝祢 今天我們聽到的是一個正面的故事 一個親切的母親 真的等候了五十年 看到他的兒子 然後 回轉到父的家中 那種喜樂 這幾個月來 他母親整個的單子的放鬆 這個張子信耶穌了 感謝祢 所以在這幾天 我要聽到我們非常好消息 那廈門的弟弟也說 他的信主好近了 就這幾天痛話當中 我們相信 這個今前母親的禱告 必要叫全家得救 都和聖經所允許 我特別感謝祢 神的安排是何等的奇妙 但是我們會跟李先生 不是有這麼好的機會 會碰上的 但是他們卻在 福建上班的時候 在公司裡頭 遇見了 是神 你為我們會預備的 一個這麼單純的姊妹 已經小時候 學了教會 但是沒有繼續的在教會裡頭成長 但是他那個單純的信心 第一天在時代我們陽光教會 因為劍心拿著那個海報 他就問這是教會嗎 他進來以後 他就說我回到家了 感謝主 而且那個喜樂 就從來沒有在他臉上消失過 一直這麼喜樂 然後我們就看到 我們為了姐姐 姐夫 女兒 也找到家了 然後就看到 我們會也完全的說服在主的裡頭 我們感謝祢 他們的單純 他們現在所想的 就是怎麼樣子來幫助教會 怎麼樣來服侍教會 用他們 神 你給他們的 他們有的 來服侍 特別這幾天 我們看到 以前從第一天到這裡 就下廚房去了 做了許多頓飯 感謝主 他們的恩賜 主 你要讓他們越服侍越多 一個忠心的管家 所以你要信靠他們更多的 更多的恩賜 感謝主 特別為他兩個孩子寶寶 傑出的 兩個年輕人 他大兒子內定的工作 非常好的公司 主啊最近也是說 安定下來 他一定要到教會 我們也看到 神你正在動功 我們感謝祢 讓他們家人 凡是在日本的這些家人 都一一那麼得著 我們這個說一個 為和和 就是文輝的姐夫的 和和他的弟弟和親來禱告 和親原來在我們陽光教會信主的 後來去參加了別的教會 我們也祝福他 也遇到過他 他在大會開會的時候 在十幾年前也遇到過他 但是聽說現在 遠離神了 沒有去教會 主啊 求主你憐憐 讓神的羊都歸回神的羊圈裡 主啊 因為只有在你的羊圈裡頭 進出有草詞 主啊 謝謝你的恩典 謝謝你 是很美的 主啊 今天信息裡頭講的夢想 這個時候就把這個夢想 赐給文慧和你信 給他一個聖結的夢 聖化的夢 出於神的夢 今天要落實在他們心中 醞釀在他們心中 主啊 讓他這個夢 能夠一步一步的 照著神的恩典和大能 成就 在神國裡的完美計畫 感謝主 謝謝你的恩典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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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李琴姊妹是點心的 這個福建人 他要請你吃東西 還有時間 然後請你吃東西 臨時被教導的 感謝主 真的是要感謝神 能夠經歷這次豐盛的一次營會 我的最大的感想就是想到自己在參加營會的這幾年當中 我的一個自己的位置上的變化吧 最初參加營會的時候 我那天也跟林務士分享到 我說我剛參加營會的時候 其實我其他的侍奉什麼都不會做 我就會做飯 然後就在廚房裡頭做飯 因為精心做了 弟兄姐妹非常有愛 就說他們做得很好吃 然後我就一下子特別受苦力 那以後在陽光教會的單頁也做過 然後 這個就非常喜歡做一些侍奉 那是剛才我參加營會剛開始 就是非常單純的喜歡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當時我懂得也很少 關於鼠林的事情也太多 但是呢 就是說自己非常還是非常喜歡 單純的快樂 然後呢 也沒有太多的責任吧 所以來了就是想 怎麼享受大責任 怎麼享受 在這裡的生活 慢慢的做得侍奉多了以後呢 自己不是那麼很 單純的只是要去光顧自己的事情 要做到教會其他的事情 那這次呢 就是也是提前和幾個弟兄姐妹一起上上來 非常求神來紀念 另外五個弟兄姐妹 他們多走一里路 再因為開時間的前一天 我們一起開車上來 這個任勞任怨的做了 其實做了挺多的清掃 大家來的時候發現 有沒有這非常清潔 有沒有 空氣非常好 是因為已經都放過去了 然後一下都清掃過了 然後外面那個葉子也 該爬的也爬的 爬了一些 所以就是基本上給他 營造了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是幾個弟兄姐妹們 他們的一個付出的一個 一個衛生所做的一個公務 求神來紀念他們 然後還有這次的 劉燕營長 還有這個其他的 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們 大家也都是盡盡盡力 在做自己分內的事情 求神來紀念大家 這個我想 每一個人 在我們在參加營會的過程當中 在不同的這個階段 我想都有不同的這種心態 把去看見 但是不變的是 我至今仍然 我還是說來到這裡 我每次都非常喜歡來這裡 我還是很興奮 我比大家來的多多其實 因為我除了營會以外 其他的時間也會上來的 就是當然不太多 但是說每次來總是看不厭這裡 我來到這裡 從一路上就已經非常興奮 非常地 很喜樂 然後就算做太多的事情 還是非常的喜樂在這裡 所以我深信這個地方 還要會繼續成為我們 多人的祝福 我們大家繼續的能夠 來參加我們的營會 我跟大家講了 我說我們的營會 就是這一個地方 也許有人說 我們為什麼總去一個地方 我們不去新鮮的地方的話 是會覺得沒有意思了 讓我確信的是 我們來參加 教會的營會 並不是每次只為 尋求一種新鮮 去看一個新鮮的景點 我要看一種新鮮的風景 如果我們 看不到新鮮的風景 我就不去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難過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應該參加 我們來參加教會的營會 是說我第一個主題就是 要到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上去 去嘲笑我們的附身 去享受地獄給你們 在一起的交通 分別出來的這個時間 我相信 雖然是同一個地方 每次都會不同的新鮮的營獸 新鮮的鼠林們 化裡的味癢 新鮮的感動 新鮮的這種 在一起交通的快樂 好沒有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這樣 讓我們去多多參與我們的營會 OK 感謝神 我也特別感謝你們 這次跟我們分享到 還沒有結婚呢 我們沒結婚 然後做一個很好的預備 可以一個好自己的歡迎 是 阿妹 好 我們為他這個婚事 哈哈 我以後知道 不能不討厭 好 我們把手舉起來祝福 Hallelujah 很熱愛這裡 這裡是禱告神祈禱的地方 這裡是朝見神的地方 這是重新得利 得到恩高加倍恩高的地方 每次來 他都是重新得利 把這三日全部都卸掉了 同時在這兩年來 在教會的拜上 進行敬意的學習 哇 它是我們 不但是我們教會的這個 極大的祝福 也是我們 師母跟我的極大的幫手 求主來為他預備前面的保護 哈利路亞 阿妹的天父上 我們封耶穌基督的聖明 來到你的施恩寶座的面前 我們再一次的 把這個營地 這個禱告山交托 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們封耶穌基督的聖明 求主按照你 封聖的時刻 您的美意 來啟示我們眾同工們 讓我們都有共同的心智 知道是什麼時候 來建設 來建立 來營造更好的禱告山 主要這裡有七千平米的地方 這裡還可以有建立更多的一個建築物 我們恳求的是主耶穌 你感動人心的神 你繼續的照著你時候到的時候 主照著你所啟示給我們當中的 弟兄姐妹們的意象 意夢 果然有一天 我們要看到美夢成真 主要這些年來 由易博來幫助 所營地的進進出出 管理的工作 而且來帶領著我們每次的營會裡的先頭的部隊 帶領著我們的預備的工作這一切 而且投入參與任勞任怨 主啊 我們都看見了 當然你必然在天上為祂預備這一切 祂心中所想所求的 祂要成就超過這一切 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將來在祂服事當中 缺好不了的婚姻大事 缺少不了的 這個天路 把天路 同種天路的伴侶 求主為祂預備 謝謝耶穌 也祝福祂 生祂養祂的 祂的爸爸媽媽 在同心的在國內 不斷地為祂祷告 主啊 他們關心 老人家關心的婚事 這些我們相信 你必然安慰他們 謝謝主耶穌 主啊 你讓祂從天上得到 這個 一個加倍的恩膏在祂的身上 主啊 繼續地來使用祂的榮耀祢的名 主啊 我們也謝謝祢 在過去的歲月裡頭 我們同心 一起來 來 慕養教會 跟其他的神學生們 一起 或者同工 同工們 一起來經營建造教會 我們就看到 你格外的恩典 許多的恩典 主啊 因為祢允許 我們都同心合意的 無論求什麼 你必然應用 無論做什麼 也必要成就 謝謝耶穌 主啊 我們感謝祢 在這個時候 你繼續來祝福我們居在的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我們能貢獻什麼呢 我們一無所有來到這兒 但是我們今天已經有了一個大使命 要把這個榮耀的福音帶出去 下的山去 要邀請人到教會來 下的山去 要把這個榮耀的福音 傳到給我們的鄰居的朋友 主啊 願祢的應許 幕後的日子裡頭 祢要教怪凡有血氣的 果然教怪在所有的華人教 教會 以外韓國教會 還有日本教會 哈利路亞 主啊 願祢欣喜 欣喜 欣喜 各地 全國各個地方的 這個復興的工作 主啊 哈利路亞 主我們謝謝祢恩典 主啊 祢的教會 教會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奉耶穌基督的生命 主 祢的能力 恩高 教會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主啊 祢的聖誕充滿我們每一個人 主啊 我們需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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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耶穌 向祢的祢 為祢 祢是祢 荣耀的归给祢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我们需要祢的难力 我们需要祢的恩典 需要祢的爱 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我们需要祢的智慧 去解决万般的难处 我们需要祢的恩典来折开我们 好像我们 所尝赐给我们的恩典 各方方面面上 主啊能够持守得住 主我们感谢你 愿主耶稣把同心和一人灵 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 主啊彼此同够欢喜快乐 让我们教会众敬兄弟们们 都在你的恩道之下 一家一家的蒙福 他们的孩子们蒙福 他们的事业蒙福 主啊让他们靠主刚强 我们要宣告 宣告主你要祝福 我们在 一家一家的蒙福 在池袋方面的阳光教会 主啊带给我们一个突破 带给我们突破 主啊你带给我们一些家庭 有这个感动 愿意投入那边的工作 主啊我们需要 跟多的人投入方面的去 主啊我们要开始开展 主啊那边的工作 同时主耶稣给我们一动动 给我们一个祝福点 给我们一个教堂 建造在那附近的地方 我说我们就耶稣 就是神明 你如何给我们 为主教堂 照样的 你会为我们预备 辞在附近的教堂 主啊感谢你荣耀 荣耀 对你 哈喽 主啊一切都是为这个方向 主啊我们同工地 兄弟们们 祷告多时 主啊你为我们预备 这个经费 为我们预备 这些经费 谢谢耶稣 主啊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也相信 时候要到主啊不久的 像我们的一个一个 开展的教会里头 也会有很多的日本人 来投入加入 能够归信 主耶稣的影响 主我们相信 我们前面的道路是 充满了荣耀的败荒 主啊尽管这边的经济 如何 这边的无论有遇到任何的难受 或者大地震 或者有海啸 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奉祝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折盖折盖 折盖我们每一个人 保护每一个人 天使天愿 思维为道 看过我们 主我们要感谢祢 今天我们要平安的 主要要回头 小心下去 保守士气祝福祂 我们进出的 给祂铁利 也求主家庭 先例给林牧师 让祂重新得利 主要靠主刚讲 愿主耶稣明天早上的聚会 迟代方向的弟兄姐们 也都能赶到了 让我们参加我们的聚会 还有下午的聚会 都有不同的信息 愿主耶稣您让我们看到 神的荣耀 彰显在我们的聚会当中 主我们谢谢您 末年我们也求主 恩来祝福耶稣 让祂在美国 继续垂听祂的祷告 祝福祂 恩来祂尽处的平安 祝福他们的家族 无论在哪儿 谢谢耶稣 就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家人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主啊 怜悯怜悯怜悯 听我们的呼吸 主啊 如何 如何 听到 我们听到 好多的弟兄姐妹妹 一个一个归信主耶稣的名像 我们的家人 要归信主耶稣的名像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荣耀 荣耀地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神明祷告 阿们 荣耀归给神 阿弥陀佑 阿弥陀佑